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要帶大家在神樂坂悠閒的散步半日遊啦 雖然說我們今天是神樂坂一日遊 但其實我們的起始站是從梵田橋站出來 因為梵田橋站這個坡道往那個方向走就是神樂坂 這裡算是神樂坂的屁股尾端 那在JR梵田橋車站的東口一出來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運河咖啡,Coneo Cafe 然後還有鐵路,不過我們等一下才會過來 我們第一站要帶大家去的是東京大神宮 那主要是因為剛從梵田橋車站出來 距離東京大神宮走路只要五分鐘 所以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就安排第一站先走去那邊看看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最下的車站是西口 我講錯了,不是東口 真的超近的,大概走個五分鐘就到了 這邊就是東京大神宮囉 東京大神宮這邊啊,它上面寫說是神前結婚式創始的神社 所以在這邊結婚應該是還滿夯的 現在夏天很熱,有灑水的電風扇 好,那我們神宮雖然小小一個 但是進來左手邊這邊就有一些可以掛結園用的 所以是會馬的區域,上面這個是會馬啦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應該是 戀愛的結 打個結 這樣子 可能把你跟你的情人 或者是說戀愛的祈願這樣綁在一起 好,這邊有我弟最愛的 藍熊 這邊的話就是求 有玉神籤 Omikuchi 然後這個有像什麼 應該是血型吧 自己的血型的籤 A型 O型 B型 AB型 蠻有趣的 這邊 其實這邊就是基本上算是一個戀愛神社 可以看到它不管是 玉神籤啊,會馬啊 然後還有結婚相關的 都可以看得出來這邊是一個很夯的 戀愛的神社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這邊很可愛 有一個小小的休息室的感覺 就是你參拜完可以在這邊坐著休息 這邊 很像 應該是有賣冰吧 可以坐在這邊吃冰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但因為現在天氣超熱的 我滿頭大汗的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這裡 好像滿尷尬的 這邊真的是小小的 大概五分鐘吧 就逛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走回到飯田橋車站 然後開始往神樂板站的地方 來帶大家逛一下神樂板吧 從這邊看過去這個坡道 就是神樂板通了 好雖然科普過大概100次了 不過還是跟不知道的朋友講一下 日文中的板 指的就是上下坡 斜坡的意思 那因為可以看到嗎 神樂板這邊的地形呢 就是上上下下的斜坡這樣 然後這邊有寫它的由來 名字的由來啦 那感覺啦 可能是神樂 因為這邊有奏樂 所以可能是跟神明的音樂有關 所以啊 搞不好 中文其實應該要叫神樂板 畢竟呢 讀樂樂不如眾樂樂嘛 我覺得我今天比較訝異的是啊 神樂板這邊 雖然今天是拍笑 可是呢 路上行人還滿多的 這個方向呢 就是我們剛剛出來的飯田橋車站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帶大家逛一下 這一條主要的神樂板通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呢 其實就是還滿 我覺得算是滿日常的吧 因為可以看到像這個什麼 松本青啊 然後壽司廊啊等等的 一些很家常的店啊 或是像那個 鳥頭咖啡廳也有 所以這邊呢 雖然說我個人覺得 以觀光客來說不是很熱門 但其實 還滿好逛的一個地方 本來想說要不要吃這家 烏烈油辣麵 但是因為今天天氣真的好熱 沒什麼胃口 但是呢 還是讓大家知道這邊有這家餐廳 好熱門 神樂板這裡啊 又被稱為是東京的小巴黎 主要是因為呢 這邊之前有設立的日法學院 所以有滿多的法國人在這邊 那這邊當地呢 其實如果你打開Google Maps 或是Tabelloku去查看的話 其實有滿多就是法國餐廳啊 或是一些義大利料理的 所以我們在巷子裡走一走兩分鐘 馬上就看到一家義大利料理 另外除了剛剛講的東京的小巴黎之外啊 它也被稱為是關東的小京都 很酷吧 主要也是因為這邊呢 從江戶時代開始呢 其實就是有名的花街 所以它發展的還滿早的 所以在像這個巷弄裡面啊 可以看到一些石板路 然後或者是說也可以找到一些 也可能比較歷史悠久的建築 然後所以像在這種小巷子裡面啊 散步是我非常推薦在神樂板這邊遊玩的方式 我們現在回到神樂板通上面 繼續走走晃晃啦 那今天其實我有一個感受就是 路上車子超級多的 然後大部分都是那種貨車 感覺可能是附近店家 大家要來進貨或送東西之類的 然後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在那種六日的時候來逛 因為會有復行者添過 那這個上面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汽車經過 走起路來的話就會更爽 這家神樂版五十番的包子啊 還滿好吃的 我之前跟Bob有來買過一次 不過我們買的好像不是這一家 好像是在過去有另外一家 我不知道是分店還是說 那個跟台中太陽餅一樣 就是有一點搶名字這樣 不過就是還滿好吃的 神樂板通啊這個上下坡 如果只是單純走路的話 應該就只要個十來分鐘就可以逛完了 其實還滿短的 但是因為兩旁有滿多店家的嘛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去走一個叫做 善國寺 有四百年歷史的一個寺廟 也是在路邊 好 這個就是善國寺啦 如大家所見 它其實就真的是 Literally 在路的旁邊 然後它祭祀的是 皮沙門天 然後它的歷史也很悠久 已經有四百年了 那它的算園區嘛 也是小小一個 就是這個主建築物的 應該算寺廟本身啦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新宿區這邊 指定的遊行文化財 是有皮沙門天的巷 以及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尊石虎 我們現在呢其實也已經從 飯田橋那一側走到快要到 神樂版車站的附近嗎 好 這家店 是東京很常見的連鎖店 叫做Cafe Veloce 那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只是說我跟Bub 有在這邊拍過一個 Koze ni Irei 就是日本零錢盒的業配 就是示範找零錢這樣 還蠻好笑的 然後我在網路上也有看到這一家 Tonkatsu Sakura 對就是一個豬排店啦 那它的評分是還OK 應該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來這邊試試看 好不好吃 然後這一家是Po 就是賣麵包的麵包店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蠻有趣的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說有一些很多 包含剛剛巷弄中的 就是異國料理啊 然後這種麵包店啊 然後跟就是炸豬排等等的 日本的料理放在一起 就是一個算和洋混合的地方吧 這邊又有一家看起來 年齡就很久遠的那種 和果子的店 在善國寺正對面的這一條小巷子呢 走路應該 30秒吧 現在被車擋住了 所以我一家這邊也是很有名的 還是法國料理的餐廳 那我們之前有在這邊的朋友 帶我們來吃過 然後這邊最有名的呢 就是這個 應該類似可麗餅的東西 然後還有鹹的有甜的 還蠻好吃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比較靠近神樂板站 這一頭的區域啦 可以看到過了這一條大馬路之後 那一樣它還是一個屬於神樂板通 然後兩側是有商店街可以逛的地方 然後這個也是地區必備的 必備的藥妝店 好我跟Bob有吃過的包子是這一家 然後它的包子超級大的 但是因為今天好熱喔 所以我應該先Pass 太熱了 吃不下 好這條就是神樂板通 好我相信麥克風應該有收音到 大家看到的這個 在路燈下面的這一顆喇叭 會一直放一些那種Basanova的音樂 所以把這裡搞得非常法國 這家大野屋牛肉店的那個炸肉餅 或者是一些炸物也是還蠻有名的 一樣呢也是之前住在這邊的朋友 推薦我們的 這家梅花亭我記得也是賣那種河果子 還蠻有名的店家 我應該有在這邊也有買過 我們現在走到了地下鐵的神樂板車站一出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了赤城神社啦 那赤城神社這邊呢 是以最時尚的神社所聞名的 因為呢它的整個神社是由日本有名的建築師 威延武所設計的 這個神社旁邊呢也有一家附屬的咖啡廳 所以神樂板這個地方啊 雖然就是區域不算大吧小小的 但其實你看它內容還蠻豐富的 我們剛剛就走了赤城神社嘛 然後善國寺的皮沙門天 以及比較靠近飯田橋站的東京大神宮嘛 那除此之外這邊 兩邊可能一些小店啊 日雜那些或者是河果子就不用說了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那些法國餐廳 我沒有吃過一兩家啦 有一些是真的還蠻好吃的 然後另外就是 剛剛提到的嘛 它這邊也有很多那種巷弄的小路啊 有一些石板路 還蠻有蠻有風味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區域 整體來講散不起來真的是 還蠻舒適的 然後我現在預計應該是 會走回到飯田橋那邊 然後去Canel Cafe 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吧 好那這邊的交通方式其實也還蠻多的 大家可以看自己住的地方 或當天的行程安排呢 是要坐這個東西線 Metro的神樂板站啊 或者是到那個 有一個牛淤神樂板站 也是Metro 或者是像我今天這樣 坐到飯田橋之後呢 再往神樂板的方向走 都是可以的 我們在去Canel Cafe之前呢 我一樣稍微走了反方向 然後從另外一個神樂板站的漱口呢 想說帶大家去這邊 有一個賣雜貨的店 叫做Lakaku 然後裡面有Akome啊 就是之前看過 我們有介紹過 原本在銀座 然後是賣一些米啊 然後或者是食材相關的店家 想說進去逛逛看一下 好 那它這邊除了賣食材之外呢 也有Akomiya的食材 就是有餐廳的意思 然後也有賣冰的樣子 我很考慮一下 是不是吃個冰 因為我真的好熱 這邊就是賣米的專區啦 那我之前其實有買過一包它的米 我會去吃 但是因為 不是用他們那種 就是土鍋下去煮的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 沒有我想像中在 原本在這邊吃的那麼好吃 好 我們現在走到Canel Cafe囉 然後就希望過去看看 有位子啦 因為我真的是 滿熱又有點累的 Go Go 因為實在太熱了 所以呢 就決定來Canel Cafe這邊 吃個冰 然後休息一下 反正真的是要重視 吃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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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bout 吃個冰 吸 我們 food 這邊其實那個運河上面是可以划船的 然後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排啊 春天的時候是迎划所以這裡春天的時候是最熱門 可以在這邊賞鷹 然後再加上因為這邊有JR經過嘛 那裡就是半田橋車站 所以在這邊如果可以賞鷹花 然後看車站JR經過又可以賞鷹 又可以划船的話 哇!真的是浪漫最高點 我們在Caneo Cafe這邊休息了大概快兩個小時 現在時間呢是晚上6點20 然後我跟Bob要在秋月園會合吃晚餐啦 要碰面啦 每次一定要在秋月園 可能宅男吧 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找飯吃對吧 要找一個冷氣的飯吃 對因為真的好熱喔 對呀現在東京應該29度但濕度超高啦 欸我覺得現在濕度有點誇欸 跟我過去認知的東京不太一樣 對這幾天濕度大概都有80%幾 所以其實熱大概就是那種體感 我們都有到30到40度 我甚至覺得現在晚上比台灣還熱 真的嗎? 有機會 好恭喜啦恭喜啦 好早飯吃GoGo 好晚餐我們最後早了半天要吃什麼咧? 吉歐皮啊它是一個濕度的咖哩 我吃過它本店很好吃 所以帶我來吃吃看 這個算是它的歐洲嗎? 對 它應該算是理論上這應該是歐洲咖哩才會給人 對強迫就是一上菜嘛 你就直接小菜就是小馬淋水 但這應該是不用再加錢啦我猜啦 對一定的啦 因為它一上菜就直接拿端兩顆上來 對你也說也不得不那個 也不能拒絕對不對 可是我的雞肉野菜咖哩 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你點的是什麼? 牛肉野菜咖哩 好基本上長得一樣 對 然後你剛剛加的這個是什麼? 它是福生寺嘛 是不是原則上還蠻多咖哩店都有提供的 剛剛都是日式咖哩店會提供 他剛剛提的歐洲咖哩店的那個 那種Potato 然後現在是日本咖哩會有的福生寺 來吃吃吃看它咖哩的味道 它的辛香料我覺得還蠻有風味的 然後吃起來不會太油太膩 就有點像煎心湯咖哩的感覺 我嚐一口它的湯頭好了 好吃耶 有點微辣 好我們吃飽啦 那接下來再去從事一點娛樂再回家囉 對一點運動 我們就是夾娃娃的運動 走走走走走走 好我剛剛非常開心夾到了那個22公分的鏈柱 然後跟一個Nesco 都忘記Nesco 對對對 那不重要 然後我是夾到 DENGIE 電券的電池 還有那個另外一支鏈柱 因為我們剛剛破解了一個那個 V型塑膠繩的假髮 下次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那個神樂版半日遊啦 神樂版完全沒關係 對對對 好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拜拜